再来关心是美中的关系 相隔了四年 美国国会代表团再次踏上了中国大陆 而这次是由美国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 舒默来率领 会一连走访上海 北京跟西安三个地方 外界都希望这趟访问 能够帮助推动拜登跟习近平的会面 不过舒默在跟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 这些高官的会面上却是毫不留情批评 中方没有支持以色列 让美国感到很失望 同时也指责中国的企业 是美国芬太尼为基的推手 再加上美方近期很可能会收紧 对中国大陆的晶片管制 更把42家的中国企业 都列入出口管制名单 而这对未来可能的拜席会 将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由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 总继六名跨党派参议员组成的访问团 周一在北京与中国大陆外长王毅 展开双边会谈 会议一开始舒默就单刀直入地批评 北京当局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议题上 只喊话停火却无视恐怖攻击 舒默这趟访问是相隔四年再次有美国国会代表团踏上中国土地 但在当前美中激烈竞争背景下被外界视为对北京鹰派的舒默 从上周六搭机抵达上海开始就展现强硬姿态 当天他在与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的会面上 毫不讳言的点名大陆企业就是美国合成鸦片类指痛剂 在舒默出发前往中国前夕 美国财政部与司法部才刚就芬泰尼议题向25个中国实体与个人寄出制裁 并且大动作起诉8间中国公司与其12名员工 舒默此番发言明显是呼应美国国内行动 舒默虽然反复重申美方不想要与中国经济脱钩 但也公开指责中方并没有为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对于舒默连番毫不客气的批评 曾经是外交战狼代表之一的王毅则相对放软姿态 强调彼此尊重并希望中美双方理性处理分歧 美方从今年6月以来陆续派出国务卿布林肯等多名高阶官员访问中国 如今连国会访问团都登陆 但中方官员鲜少回访 连王毅可能在10月的美国行目前都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北京当局对于美方希望下月在旧金山IPEC峰会上安排拜席会的期待 也始终不愿意松口 当前拜登政府正准备更新限制晶片与晶片制造工具出口中国的法规 以更严格管制试图掐断中方的高阶晶片供应 以及美国商务部上周五再度以违反美方制裁支援俄罗斯军工业的理由 把42间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至于今年4月与7月曾经两次安排访问中国 却先后因为染疫以及时任大陆外长的秦刚疑似出事等问题 被迫延后访问行程的欧盟最高阶外交官员波瑞尔 则将紧跟着舒默的脚步周四踏上中国 在中方强烈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展开反补贴调查下 波瑞尔此行一方面要向中方清楚说明欧盟的态度 一方面也将延续欧盟无意与中国脱钩但要去风险的政策方针 继续为欧中关系的稳定展开磋商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